終於到了另一個必經的環節 就是這個行程的問題 也就是這些時間、距離、速度的運算 我們看看這條題目 它就說到有一條路 又要上球又要下球 又有平路 也就是圖約幕就是這樣 然後走每一段路的人 你駕駛車又要上球 然後走平路又要下球 比較容易猜到的是 上球的人需要困難 所以速度就會慢過就這樣走平路 然後下球 自然有些地心吸力等 這樣就可以快一點 我們上球的人 就是去的方向駕駛的人 就是這樣了 注意它就會回來 即是又是會駕駛同一條路 但是這次就會亦方向走 所以原本是下球的路段 我們就會駕駛上去的 之前開心完 現在又很困難的 要駕駛上去 然後走平路 然後就可以回家了 這條題目就是這樣的運算 而至於這些行程的問題 為什麼又會這麼困難呢 具體來說 我們好像看一看這條 它給這些條件 真是無靈兩可 如果搞不清楚 就絕對會混淆的 絕對 首先 看看這條題目 這條題目 它第一句 它在說 上球、下球、走平路的人 它的速度是怎樣 第一句Statement 它在說關於速度 速度 給它一個符號 就是S 然後呢 然後那句Statement 第二句 它就說到 它就說這段路 就有142公里 那這個是關於距離的 關於距離的描述 那到最後呢 它又在說 去的人用了多久 回的人用了多久 那這個是關於時間的描述 那它每一句描述的東西 其實都很不同的 那我們究竟要怎樣計呢 那我們知道 知道 原本最簡單的一個定理 就是距離 就等於時間乘以速度 也就是S乘以T Distance等於時間乘以速度 就是我們有這條這樣的東西 然後我們呢 就拿著這條東西來玩 那究竟怎樣玩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 由於是這條題目裡面呢 那給到關於去程 和回程的資料那時候呢 那就是可以同時給到 這兩樣資料的東西 就只有時間 那去程說了 用了四個半小時 那回來呢 就用了這麼多 那只是只有時間而已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接下來呢 我們就會集中 去研究一下怎樣可以 manipulate 就是怎樣操作 這個時間的這個單位的 那我們一起看看可以怎樣做 又對了 遇到一些這麼複雜的問題的人呢 那那 包括我在內 如果不列表呢 那一定會計錯的 那我也會經常計錯數的 那所以呢 為了不要計錯呢 那麼 最穩盡起見的辦法 都是列一個表 那這樣的話呢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這次呢 就會列這條數 平路呢 就會有X這麼多公里的 那然後上波的路段呢 就會有Y這麼多公里的 那這個是去程的列法 那去程、平路 我們會有X這麼多公里 那 那 然後去程的上波呢 就會有Y這麼多公里 那最後下波的路段 會有幾長呢 那由於我們有這個 路段的總和 就是路段加起來 那就會有這麼多公里 那會有142公里的 那我們就很容易可以計算 可以計算出來 究竟下波的路段有幾長 那自然會有142 減 X減Y 那就有這麼長的 那好像剛剛那個圖 就已經說過 如果去程 是有這麼多的話 那是時候要回來 那回來的人有什麼特別呢 那首先回來的人呢 平路有幾長 去的人的平路有幾長 回來的平路 當然也是有幾長 那這個沒什麼問題的 那但是呢 剛剛那個圖 或者在這裡再畫一個細緻 小型的版本 那如果我們去程是這樣子 從這裡上來 然後在這裡下 回來的人呢 那本來 下波的路段 就變成上波的路段 那然後走平路 那然後呢 在原本上波的路段 就變成 新下來 下波的路段 那所以呢 這兩個距離呢 就交換的 那清楚了嗎 可以看這個圖 那所以呢 上波的路段 原本是上波的路段 那這次呢 就會變成 下波的路段 那原本下波的路段 就會變成上波的路段 那就是這樣了 這兩個單位交換了 那到最後最後了 那我們要做什麼呢 由於我們之前就說過 在這條題目呢 由於 比得去程 還有 回來的時候 的資料的單位呢 那只得時間而已 那這兩個呢 就給了 那其他的呢 是一些 怎樣說 我們可以說是一些 比較輔助性的資料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呢 那我們這次就集中 是用時間 是幫我們進行一個運算 那現在我們手頭上的一個表呢 就是關於距離的 那這個是距離的一個描述 那我們從頭到尾都是說距離 那既然是這樣 我們就要把這個表 變成是時間 變成一個時間的表格 那我們拿著這個時間的table 那我們當然要有些東西 需要修改 那我們現在手頭上 這六格呢 正在記錄的東西 只不過是一個距離的描述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要把距離 那距離 除些什麼會等於時間呢 那當然就是速度啦 就是這堆了 就是這堆 這堆資料 那我們就 根據這條題目 給到的速度的資料 去幫我們完成這個表格的 那 這條題目就是在評路呢 評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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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就在走三十的 那我們就去除了 那距離 除這個速度就會等於時間了 那所以我們把每一個單位 評路的部分呢 每一個都除三十 那去的人呢 和翻的人都是一樣的 然後呢 上波的路段呢 就是二十八 在這裡 二十八 那然後我們照除啦 上波 除二十八 這個也是除二十八 下波呢 就走三十五 那這個不畫出來了 那下波呢 這個就走三十五的 那這個呢 就走三十五的 沒錯啦 最後最後啦 那這個總和 既然這個是一個時間 這個是一個時間的table 那這個總和當然就記錄一下時間啦 四個半鐘 那也就是 四個半鐘 四由二分一啦 那四個鐘有四十二分鐘呢 也就是 四個鐘有四十二分鐘嘛 那也就是 一個鐘裡面有六十分鐘 那他拿了四十二分鐘 那這個就是四個鐘有四十二分鐘的分數表示啦 那發覺呢 這個數呢 原來可以約的 那約完之後呢 我們就會有這個 這個 四個鐘有七 over十啦 那這個就是 他用了這麼多時間去拿回家了 那搞定 我們 已經有了這個table 那這個table 那這個table 當然就是 整條色來的 那這條色怎麼算呢 就是這個時間的總和 就是這個時間的總和呢 就等於他走每一個路段所需要的時間啦 那所以我們最後 就把他加起來呢 那這三個東西呢 那這三個東西 例如去啊 去那裡 去那裡我們可以寫一條色 把這三個東西加起來 我們就會等於所需要的時間的總和啦 回來的時候呢 我們又可以寫一條色 那把這三個東西加起來 我們就會有另外一個新的時間的總和啦 那所以下一版呢 我們就直接 把它裂成色啦 當我們把他們裂成色之後呢 那然後我們就可以進行一個簡單的代數運算啦 那在這裏就不不停做這麼多東西啦 那第一步當然就是通份啦 那把這條色通份完之後呢 那我們 就會出到一條這樣的聯絡方程的 2X加3Y等於186 那X再加3Y呢 就會等於156的 那然後你把上面那條色 減下面那條色呢 那X就會很快出來了 那所以之後呢 如果我們進行這樣的運算的話 那我們就會計到X和Y啦 那我們就會有X這個東西呢 就會等於30 而Y這個東西呢 就會等於42的 那到最後啦 那由於我們只是設定了X這個平路啦 Y是上波 那下波的原因有多少路段呢 那下波顯而易見就是 我們之前都是這樣寫的啦 142-X-Y的 那我們把X是30 Y是等於42的話呢 那我們就會計到 下波的路段呢 總共有70 個km 那就是70個公里啦 那搞定啦 我們要找這三段波總共有多長啊 那我們XY 最後我們用這個代數方法 找下波的路段究竟有多長啦 那最後這條文字題寫回解答 你就完美解決啦 谢谢观看